中文字幕志愿者 绿米叶片长斑有黄褐色小点 这到底是啥病该打防治呢 立秋节气天气情况有哪些变化 农市生产又该注意点啥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半会儿早上好我是杨佳 咱们辽宁啊养羊的乡亲真是不少 但是您听说过红鹿乃羊吗 据说呢它还是一个混血 在乃羊里边是一个产乃高手 咱们现在就到营口市 霸鱼圈的一个养殖场看看 这红鹿乃羊到底是啥样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外混血 原来是属于瑞士 他们有着不凡的身价 三万五万你还买不着 他们是羊里的产乃高手 正常的说八九戒七个戒很平常的 这些羊到底是啥来头 黑土地今天带着探秘红鹿乃羊的养殖场 这只用嘴就能开门的小羊叫红鹿乃羊 这个圈舍里生活着大大小小150个他的伙伴 与普通的羊五斤左右的日产奶量相比 葫芦乃羊拥有着出色的产奶能力 平均密乳期能达到240天 产奶年限可以超过10年 是奶羊里妥妥的产奶高手 而如此出众的能力 是经过八代以上的杂交才能脱颖而出的 就是说起源去哪里 起源与类似 这个羊就是引进多少年了 来我们这边说进化 就是从我们这边杂交 跟我们这边羊那个杂交 那氧化现在变成我们这边独特一个 就是说奶羊种独特一个 正常就是说奶羊 羊不超过八代 就是说八代的基因根本不稳定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一只基因稳定 经过八代以上杂交的红鹿奶羊 从外形就可以轻松辨认 纯不纯就是说你看这里 两小幼稚 两小幼稚 这也是说独特 在我一眼睛前这个羊没有这个幼稚 有幼稚这个羊 它的这个毛指奶量 你看这个毛指像这样的 这个奶量就是纯 羊就是纯比较纯 不仅如此 一只红鹿奶羊的母羊 从小就可以看出它的产奶能力是否出色 这个羊从小你要是看奶量多少 就是看羊仔的两个鲁头的简矩 越快奶量又大 越窄奶量又少 这个羊奶挡 你看这个奶挡 将来这个羊 就是说得超过八斤九斤以上 由于有着出色的产奶能力 所以这些小羊们的身价可都不低 超过八年以上的基业 下的盏 现在在市场上就是说 一万至两万 三万也是它 不好买 你要说超过十年以上的基业 这个羊奶 三万五万 你还买不着 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身价 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 车大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咱就说一个羊要说出七斤奶的话 一斤奶十块钱 七斤奶七十元一个月 这个羊属于多太平均 正常说两斩 啥斩 还有人下刺 咱就说老百姓 羊的羊 就是平均卖 其实羊 羊竞技人去卖 给它利 一只羊也得五千 两只羊是不是一万元 这一年一个大羊 下两个盏还能挣一万元 别看红绿奶羊身价高 但是想要养好可不容易 首先这些小羊住的地方就很关键 这个奶羊为什么说 我们建这边这个暖棚 因为说我们这个奶羊 冬天怕冷 你看雍山羊 它串得像吊 可是我们这个奶羊 串得就像个小家人 第二个怎么 这个羊 冬天下窄了 害怕把这个鲁房冻坏奶 冬天要是下窄 下窄了 达到零度 来这里达到零度 羊奶就冻不死 羊奶也冻不坏 你要是达到零下 死了度 像我们这冻北 这个鲁房冻坏了 就完了 这个羊就着急了 另外 由于这些羊儿都很金贵 所以车大哥 还根据他们的体格大小 为他们分配了宿舍 这个奶羊啊 比较 咱比较宠爱它了 里边就像也有枪有月 它属于畜生 我吃这个东西 不让别人吃 这个就是羊王 这样羊 你就是把这个平均的体量 都差不多的体量 高一个卷 把瘦的高一个卷 由于目前 红绿奶羊的养殖 还不太普遍 正处于探索阶段 车大哥也打算继续摸索 整理出一套系统的 规范的养殖方法 好让更多的乡亲们 都能通过养殖 红绿奶羊 获得财富 很多人喜欢买 纯正的笨鸡蛋 虽然价格高点 但是口感比较好 葫芦岛南票区的 铜状啊 是一名退伍军人 为了让孩子 吃到正宗的笨鸡蛋 回乡在大山里 养起了笨鸡 鸡蛋里是 饱含着满满的父爱 但是也饱含着 无数的汗水 咱们去看看 它是怎么破解 养殖难题的 在葫芦岛 是南票区的 李家窝铺村 不少相信 经常能看到 这样的场景 这一只只成群结队 在天空中 飞行的到底是啥呢 这些可不是 天上飞的鸟 而是会飞的鸡 咱们讲 这个鸡是 三菱放羊突鸡 从小就在山上跑 包括它的翅膀 包括它的腿 有足够的力量 飞上咱那个电线 包括上树 这都是咱那个鸡 基本上都能飞到那么高 因为它体质好 它叫铜状 就是这些飞鸡的主人 与常规养鸡的 饲养场不同 铜状包下了 总面积 1600多亩的 一整片山 为的就是让 这些土鸡 有足够大的生活空间 能得到充分的锻炼 咱们这个鸡出篮的 最低标准 按理论说是 6.5到8个月 这是最低标准 就是半年以上 要不然咱这个鸡 这个身体 还没有达到 咱这个成熟期 为什么说 咱这个出篮时间长呢 因为它需要 长期地在山上来回跑 积累 它这个就是 不停地锻炼 然后保证 它这个肉质的口感好吃 之所以要把这些鸡 锻炼出好的体格 那可不单是为了吃肉 而是铜状 看中了这些土鸡 下的蛋 三年前 为了让儿子 能吃到正宗的土鸡蛋 刚从部队退伍回家 第三天的铜状 就回到了葫芦岛的老家 承包下了一片山 又从朋友那里 买了些土鸡苗 搞起了土鸡养殖 本以为把鸡 放养到山上 它就可以轻松了 可没想到的是 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小鸡蛋 刚来的时候不吗 就是不大点 这小鸡苗的时候 它上山之后下暴雨 下完暴雨之后 它不落回去 都猫在树底 就是一个个猫在树底 一群一群的 然后它就互相踩踏 还怕它也还怕 然后我们就拿着个筐 那时候就顺着树底 去捡去 这个地上不去 往上爬 一遍又一遍爬 身上抓的都是泥 那时候就这样是 往上爬 一边爬一边捡的 那真是 那时候是 又有泪水 还有汗水 还有浑身 都是雨 湿透了 还都是大泥 就是捡鸡蛋 一框一框往回捡 捡回给烤五 就鸡蛋 把鸡放养在大山上 不但没有轻松 反而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去管理和照顾 首先 为了让这些鸡 每天有充足的体力 去自由活动 铜状精心为它们 调配了营养菜 你看这是咱们 这个没磨着前的料 每天就拌成这样的 包米 豆腐 还有麦腐 都是咱们自己拌的 有自己的配比 这个配比有什么价格吗 配比的话 是根据咱鸡公鸡母鸡配比 要是母鸡的话 咱们就是蛋白质 稍微高一点 豆饼和麦腐 比例占35%左右 然后包米 主要是补充能量的 就是鸡有体能的 这个占65% 虽然这样的伙食 已经足够丰盛 但是红传和我们说 这仅仅是辅料 咱这鸡主要是 以吃沙山的一些 青蛤草啊 包括咱们一些昆虫呢 以草枕啊 以这些东西为主 吃得好 这些鸡身体肯定就倍儿棒 就这样经过 四个多月时间的精心呵护 终于迎来了 这些土鸡们的高光时刻 他们开始下蛋了 付出获得了回报 本该高兴才对 可铜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最早前刚开始养的时候 没有经验 鸡下蛋满山都是 天天找鸡蛋吧 完了找完那鸡蛋 还有的还怕鸡蛋放的时间长了 就只能自己处理 那时候损失也挺产重啊 铜转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包下这片山 本想着是让鸡能够充分运动的 结果他却每天都要买山去捡鸡蛋 这样的运动量 属实让他有些吃不消 一个月就瘦了十多斤 于是他开始四处学习请教 在鸡窝里放着一些 就是咱们的果栏框 然后放几个眼蛋 让鸡就是适应了在屋里的下蛋 鸡每天我下蛋前 我就溜达回屋里去了 我到屋里下完蛋 我再出来玩 我再出来溜达 就是好多都是这样的鸡现在 鸡蛋好吃 养鸡也是真难 可是当兵十六年 部队交给同状的 就是吃苦耐劳 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当初认准的目标 就要坚持往下走 而事实也证明 它的坚持是对的 咱这个鸡蛋壳的颜色 是五颜六颜 什么颜色都有 不是一样的 鸡蛋大小也不一样 因为咱那个土鸡 大小的个头不一样 不像龙氧鸡那么齐串 正常来说 他们这个鸡蛋 龙氧鸡蛋是一斤八个鸡蛋左右 因为个头大嘛 咱这个鸡蛋是一斤十个 咱这鸡蛋小 但是反过来咱看 看这两个蛋黄 咱们这个一斤十个的 咱这里家的鸡蛋 蛋黄还要比它 这个一斤八个的龙氧鸡蛋大 你看咱这个鸡蛋黄 发黄 但是深黄色 同状第一时间 就把这些新鲜的鸡蛋 带回了家里 让孩子吃到了这些 来之不易的土鸡蛋 小孩的嘴是最灵的 我是第一次 吃到咱家鸡蛋的时候 然后就说了 跟他妈说 妈妈 还是我爸爸养这个鸡蛋好吃 还是咱这里家鸡蛋好吃 首先第一个吧 作为家长 作为一个父亲 我感觉就是 心里头有一种质好感 就吃着自己家生产的东西 一样还是 第二个吧 还是踏实 随着山上的土鸡越养越多 产量也越来越大 现在同状还将自己家里 吃不完的鸡蛋进行销售 由于鸡蛋的品质好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就是前两天过这个 五月节的时候 然后一直用咱家鸡蛋的 那个我一个妹子 完就给我打电话 说大哥呀 赶紧给我送点鸡蛋来 不行啊 这个顾客我都欠好一天 给人忘了 人家战我他人不走了 我说妹子啊 你看你听听我这事 我说话 现在正在挤我的剪鸡蛋 我说我都已经追着鸡屁 我后边给你剪鸡蛋了 我说恨不得把老母鸡 退伍回家钻进大山 同状一待就是三年多 每天孤单的在深山里 有忙不完的体力活 看着养鸡场的规模越来越大 心里虽然欣慰 但是始终都有一丝遗憾 肯定是亏欠这个家庭的 特别是媳妇和孩子 原来这部队就没怎么陪着 然后这退伍三天 又开始干这个行业 第一年是我记得清楚是 十二月三号 我来开始选址 就选地方开始干这个行业 然后第一次见着孩子 是家人和孩子 是十月一 接近十个月吧 十个月时间 回一趟家看着孩子 现在同状 每天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和孩子视频 哪怕只能从手机里 这么看一看 这份奠念也会变得格外踏实 眼睛你干啥呢 到书呢 学习呢 两天学习好吗 好 老师表扬你了吗 表扬我表扬 小爸爸了吗 小爸爸 那个 你跟你妈 放暑假回来吗 回来 一定要回来 眼看孩子就要放暑假了 童状打算利用这个假期 把孩子和妻子接到身边 享受一家的团圆 这一枚枚看似不起眼的土鸡蛋 里头藏着的是一个养鸡新手的坎坷之路 也蕴含着一个父亲对孩子默默付出的爱 园艺5604西红柿啊 是咱们黑土地重点推荐的好品种 好吃好卖 而且能抗八种病害 这么好的品种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 下面咱们就走进辽宁省农科院的育种大棚 了解一下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实验大棚 这栋大棚有四亩地的面积 用来做西红柿的育种 邹庆道老师所在的团队 专门做西红柿的研发育种工作 丝下熊蕊是人工授粉的第一个步骤 邹老师做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记者体验之后才发现 想要完好无损的丝下熊蕊非常难 先一点点的 先把熊蕊去掉 在去熊蕊的过程当中 这一下就把花 这就把这个花瓣给拽掉了 这就不行了 撕下熊蕊这个过程才是人工授粉的第一步 撕下熊蕊的这株西红柿苗 被称为一份材料 下一步就是从另一份材料上取下花粉 完成不同材料的杂交授粉 周老师说人工授粉非常重要 比如材料A的口感好产量高 但是抗病性弱 材料B的口感和产量不如A 但是含有抗病基因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材料B的抗病基因转到材料A上 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做这个人工授粉了 然后呢它的后代呢 里面呢就是说既可能保持材料高的特性 又能保持呢品质好的特性 又能保持抗病性的特性 原意5604就是周老师的团队用五年的时间 人工杂交授粉培育出来的品种 这个就是5604 这个品种呢它现在这个抗病性非常好 经过我们检测呢 它能抗八种病害 主要有番茄黄化区域病毒病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TY病毒 还有烟巢化液病毒病 还有根结腺虫 还有叶霉病 还有镰刀菌状根腑病 还有灰叶斑病 还有枯萎病 还有黄磊病 抗多种病毒的优良品种 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产量 这个品种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做果率比较高 你看底顺的做了这么多果 这是一个大关系的一个品种 正常的栽培条件下 它的产量可以达到一万公斤以上 就比口感性传起来说 这个产量也就很高了 不仅产量高 原意5604的适应性也非常强 原意5604从开发到推广成功 邹庆道团队用了五年时间 农业领域的科研其实就是这样 很多产量高 抗性好的优良品种 正是千千万万个邹老师 这样的研究员默默研发出来的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让更多的农民 在好的品种上 得到更高的经济效益 增加收入 有愿意和咱们黑土地 共同经营农资的经销商朋友 欢迎您加入 赶紧联系我们 4006818801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关注天气 进入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 沈农大L570冠名播出的 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时 中复的第13天了 那今天呢 也是24节季当中的 立秋节季 立秋啊 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 就此结束了 立秋呢 还处在暑热时段 尚未出暑 到了除暑节季 才会出暑 那初秋期间呢 天气仍然是很热 目前呀 还会有一次 很明显的降雨过程 以中到大雨为主 局地暴雨 那这轮降雨的影响范围啊 强度啊 都会更大 有位观众想了解一下 抗病效果好 产量也不错的玉米品种 二压就带着咱们观众的问题 去找技术员了 咱们去看看 技术人员怎么说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它湿度比较大 耗上病 你说它抗病吗 沈农大L570啊 是非常适合咱们 辽南地区种植品种 特别是 像咱们大连地区 它属于一个高温高湿啊 一个地区 这样地区有什么不好呢 它有于上病啊 像咱们常见的 大斑病 小斑病啊 像一般品种啊 补抗病 在咱们大连地区呢 是种不了了 但是咱们沈农大L570呢 啊 它嗯 高抗 大斑病 小斑病 夜斑病啊 对于咱们啊 高温高湿 常见的一些病害 它都对我 很好的一个抗性 所以说 它是非常适合咱们啊 沿海地区 流南地区 种植的一个品种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往年都种细致大半的 那我改种它 我合适不 产量能好不 它的产量啊 是非常高的 正常呢 它的单税种呢 在六粮左右 一亩地的母宝苗呢 在三千五百株 你自己算一下 它的产量多高 哎呀 那真不错 还有一位观众 想种年玉米 不知道该怎么选品种 咱们去看看 技术人员怎么说 选择这个年玉米的品种啊 是非常关键的啊 因为现在啊 对于我们 对于年玉米啊 对于要求非常高 首先一点呢 是口感非常好 还得是那个 属于这种甜糯类型的 今天呢 咱们来看到这个 就是咱们 最新选一首来的 锦糯6A 首先一点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的这个肉啊 特别厚 脂粒特别大 然后我们啊 吃的时候呢 口感咬上去一口啊 就是特别甜 特别糯 还有一个 咱们这个锦糯6A呢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扒开以后 拿到我们的鼻子尖 一闻啊 就有丝丝的这种甜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 挫时播种 挫时可以 挫开时间上市 我们自己吃的时候 咱自己家种的少 自己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说 不是说 吃着吃着就老了 这边这个刚吃完 第二塔措施以后呢 它第二塔就下来了 辽中 萧寨门镇的老宋和妻子 住皇冠有二十多年了 收益一直很稳定 就因为老宋啊 总是爱尝试 种植新品种 这波黑土地 推荐的寒香666 老宋就相当满意了 哎 宝哥 这怎么挺帅啊 我这 这人不就是 文能提笔安天价 五 进棚 必先坤 那你今天来干嘛 你的棚也没病 这不会说话呢 没病就不欢迎啊 没病我就不会找病啊 我不会找病啊 我是干啥的啊 对不 今天我就不信 我跟你较劲 你看着啊 我这边找不着毛病 大棚他没毛病 我就不信了 刚才说话这位 就是辽中区 大兰陀村的 黄瓜种植户 老宋大哥 一直对种黄瓜 情有独钟 为人勤劳 朴实 又肯钻研 据说他今年 种的一棚 寒香666 还没等结果呢 就被抢购一空了 还有一个多月 两月 就得先 对对对 要不然就不好定嘛 对要不定不着 因为这个黄瓜的质量 照别的黄瓜质量相当强了 它设置好 刮条好 咱这个黄瓜主要走的是咱周边城市 萨阳和安山还有洛阳 老百姓对这个瓜品质相当应可 萨阳666的品种确实不错 照别的品种吧 这品种吧 都是花条好 知道不 喷烂少 产量还高 秧人 这个红 秧人还几乎不怎么犯病 像我先整个品种吧 一样都拔拌了 双眉一上来 糊了 现在这个呢 几乎也不算太大药 只要两个人打病药就行 没有病 抗病率相当行 瓜正 调质 颜色光亮 看来这韩香666的商品性和抗病性 那都是没得说 可是黄瓜产量高不高 能不能卖上个好价格 才是咱们农户最关心的问题 产量高 产量能高多少 在一般高20% 这么高啊 这个花价我看都特别值得 都特别匀吗长得 特别匀 卖一样呢 现在黄瓜价长样 用这个种植黄瓜老把式的话来说啊 自从种上了韩香666 产量虽高 但也不够慢 因为回头客实在是太多了 韩香666呢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品种了 推广这个三年来 在辽宁啊 与其中国的北方 非常畅销 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一个是它多看广市 我们是从越东温室里边选择来的品种 但是它在秋燕温室 早春温室 甚至又在月下温室 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说它是广市型的 它颜色刮条颜色深量 刮条直 就是卖向好 多看广市 卖向好 产量高 还一节双刮 但还不是强词的 如果掰开看呢 这个刮还好吃 水黄瓜里边 它是最好吃的品种 看我们搞推广这么多年 这些品种 这个品种是最好吃的 老老 韩翔666 早这半天没这么一场毛病 你看这个刮行政 刮条纸 倍儿绿 是吧 你这样是关键刮出名门 跟我似的 你是不是 文能提比安定价 武能进棚 我订钱坤 我啊 看成不都说饿了吗 说 说 说我就不能再说了 别说了 我都都饿了 饿了 饿了你去年没吃饭了 这还饿了 跟我拍片还饿了 我说这么点 这大棚里边 韩翔666 我都是 摘二斤你就吃 我给你摘 我摘了我 跟大哥结仗 最近有乡亲们发现 玉米叶片开始涨斑 还有叶片呢 有黄褐色的小点 这到底是啥病害 又该怎么防治呢 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我们眼前的这片地 是朝阳市双塔区桃花铺镇 上桃村的一片玉米田 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的专家们 在这里调查走访 发现了不少问题 我们发现这个玉米地里的 这个叶部病害 发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这片地的这个发生情况呢 基本上这个病株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 每一株玉米都有发病 那么病业率呢 基本是最高的 也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多 低的也得百分之二十左右 根据我们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 以及全省测报点的调查 我省玉米叶部病害 将会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大概在一千五百万亩左右 那么这个叶部病害都是啥 到底长啥样呢 让专家给咱详细唠唠 这个缩型的一个褐色的这种大的病斑 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玉米大斑病 非常整齐的受叶卖限制的 一个巨型的这个病斑 那这个是灰斑病的一个病斑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小点 这个黄褐色的小点的外边 有一个褐色的这个轮廓 然后最外边有一个黄色的晕圈 这个点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种呢 是弯胞菌叶斑病 在这个有侵染叶脉的 这种病斑侵染叶脉 然后其实它在这个叶部上的这个病斑 跟弯胞菌叶斑病非常相似 也是这种黄褐色的小点 但它最外侧的这个晕圈 是水禽状的 就像用水点了一下似的 那这个呢 是北方碳疾病 这回啊 咱乡亲们都知道 它们长啥样了 这些叶部病害 有的是混合发生 有的是以一种病害为主 那么哪些地区要重点防控 重点防控哪种病害呢 像我们发现的这种玉米大斑病呢 基本在这个全省的这个 玉米产区都有发生 那么偏重发生的地区呢 就主要像这个朝阳 锦州 葫芦岛 这些地区呢 是以大斑病为主 那么弯胞菌叶斑病呢 主要的发生区域 像在沙阳的新民 黑山 张武 这些地方呢 是主要发生区域 那么北方探居病基本上是和 弯胞菌叶斑病混合发生 但是由于今年呢 前期的这个雨水非常多 低温 那么以北方探居病为主 那么弯胞叶斑病为辅 那么主要的发生区域 基本上也都是在张武新民这一块 那么灰斑病发生比较重的地区呢 就是在铁岭的这个昌土地区 基本上是以灰斑病为主 玉米的叶部病害 咱们全省每年都有发生 但是今年有点特殊 足足比往年提前了将近20天 那么我们分析这个原因 主要是受我们今年这个特殊气候影响 我们今年六月份的降雨呢 偏多了这个湿到六成 那么降雨是非常多的 那么田间湿度非常大 因为你看目前我们这个玉米柴 刚刚开始属于受粉期 那么叶部病害我观察到 已经上到这个磅上这几个叶片了 那么后期随着我们这个气候条件 和随着这个玉米蜘蛛的继续生长 那么病害会越来越重 如果病斑一旦连片 会造成整个叶片干枯 对于玉米的产量影响是非常大的 专家建议 如果在玉米磅的附近发现了病液了 那就要赶紧打药了 像我们主要用的药呢 比如说这个禀环蜜菌脂 比如说米菌脂 或者是这个卧菌污作唇 都对这个大斑病 弯板菌叶斑病 灰斑病 以及这本盘碳菌病 都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现在呢 由于这个蜘蛛相对来说 已经比较高了 我们就是喷着药 胡打药已经不现实了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 用无人机来试药 那么在 对 然后我们目前这个时期 对这个病害呢 我们可以一喷多防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用无人机打一次药 我不要干打这个杀菌剂 干防这个病害 因为这个7月下旬和8月上旬 也是这个三代年虫 以及三代绵蒸虫 危害的关键时期 另外也是二代玉米 危害的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我在这次喷药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杀虫的 将这个杀虫剂加入到里头 由于今年的特殊天气 玉米的长势都不是很好 专家建议有条件的乡亲们 可以在打药的时候 加入一些生长调节剂 比如说云胎素内止 或者是庇护 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立秋只是秋天刚刚开始 但是暑热还没有散去 那么近期咱们辽宁的天气状况 怎么样 农业生产又该注意点啥呢 咱们一起听听农业气象专家 是怎么说的 立秋是24节气中的 第13个节气 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 立有开端之意 立秋正处于二幅和三幅之间 所以它并不代表 酷热天气就此结束 三幅过后更有秋后一幅之说 所以立秋只是秋天刚刚开始 真正有良意 一般要到白露节气之后 从往年的统计数据上来看 气温高温的水平有所下降 平均态气温还有23.9度 相比上一个节气 也明显降低了0.9度 接近一度 也就是没有大暑节气那么热了 降水相比大暑节气稍有减少 但依然是在夏季的大背景下 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里 辽宁的天气特点除了高温之外 湿度也特别大 晴朗天气偏少 室外是很明显的桑拿天 今年的闷热和往年的晴热大不相同 主要还是前期降水量偏多的原因 目前来看今年的立秋节气 辽宁省降雨依然偏多 初步估计应该还有三场左右的 全省大范围的降水 7号到8号期间 13号到16号期间 19号到22号期间 总的来说 未来三场大雨辽东南地区的量级 要相对比辽西北地区大 所以乡亲们仍要注意 防汛仍是重点工作 那么立秋中的秋字 除了反映温度降水的特点之外 也有庄稼快成熟的意思 各种作物从繁茂成长 逐渐就趋于成熟了 那咱们省内大铁里的生长情况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像我们的玉米 这个时候逐渐的 透丝授粉完毕 已经开始乳熟 就是决定每一个粒有多重 灌浆期有多长的一个关键时期 水稻已经到达了七色期 天间基本上80%以上 色的都抽出来了 也进入了一个灌浆阶段 也是决定力重的最关键时期 大豆这个时候呢 陆陆续续开花 但大量的已经开始结甲鼓励 花生已经下完针 已经结果结完果 开始蓬果期了 历秋节气正是咱们省内各种农作物 决定产量的一个关键时期 但是因为我省各地地块各不相同 所以每个地区的玉米生长情况也大不相同 朝阳的各个县区 辅西的西北部乡镇 易县的北部乡镇 葫芦岛的中北部地区 这些地区呢 没有发生明显的干旱 那么滋涝也很轻 今年呢 庄稼的涨势非常好 那么沿着辽河 绕阳河 这个区域呢 滋涝持续的时间够久 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绝收地块 甚至像网发店普兰店呢 在上一个阶期还出现了阶段性的浮汗 但无论您家的地处于哪个区域 在什么样的地块上 高湿高热带来的病害 千万要及时做好防护 离不开两个重点 一个呢是虫口多凉 一个呢龙口多凉 那么我们还是要防范 后续依然会持续偏多的强降水 第二个呢是防止各类的病虫害 以免对产量形成呢 造成一定的风险 像我们的水稻 齐碎阶段 碎净温 利温和枝梗温 这三种温病 那就要提前做好防护 今年迅期来得早走得晚 结合前期的降雨情况 和对未来半个月内的天气预测 农户该如何进行及时补救 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下去调研的过程中 会发现净杆偏细 那么下部的叶片呢 有不同程度的病害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适时的喷失一些叶面肥 和一些抗病 提前控病的一些药 那么以保证后续 植株继续健康的 供应子力的营养 第一时间一定要抢排积水 因为积水如果超过三天 长期淹水的情况下 因为它根系没办法呼吸 底部的叶片就开始就枯黄了 严重一点的呢 那整个作物呢 就会被烫熟 严重减产 历秋之后 虽然早晚会叫凉爽些 但秋老虎也是不可小觑 往往使人极易产生倦怠 乏力之感 论语里就有记载 不食不食 这里的食是节气的意思 说的就是 到什么节气 吃什么食物 那在咱们东北地区 有这么一句老话叫 打春的萝卜 丽秋的瓜 在丽秋时节 又有吃西瓜的习俗 因为丽秋时 西瓜已经进入末世 吃西瓜可以消除 初秋之邪 润阳五脏 丽秋啊 咱们东北就有贴秋边的习俗 意思呢 就是把苦下的人们 销瘦的身体啊 好好地补一补 但是补秋边 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科学进步 比如说脾虚的人呢 可以在进步之前 吃点葫芦啊 芡食啊 山药 那胃火旺的 可以吃点苦瓜 黄瓜 东瓜 老人和儿童 由于消化能力比较弱 可以在进步之前